一年一度的林鸠山普人奖颁奖典礼 目前正在全台各地陆续的展开 花莲地区是24号下午进行 表扬了21位正面乐观又积极的学子 肯定他们的感恩诚实负责奉献的特质 在逆境中依然坚忍向上的优良美德 24号下午林鸠山普人奖颁奖典礼 在康乐国小牌笛社的优美乐章中 正式揭开序幕 今年在花莲地区 总共有21名正面乐观积极的学子 获得奖项 所有的学生他之所以会被推荐出来 最重要的是说是有老师 然后校长 他们在平常生活里头去观察 这些学生他们对于 是不是对师长 对同学 对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 还有他附近周边的 他的关怀 他是怎么样去实践这个 对品德的关怀 他的就第一个 他不是一定是成绩非常忧郁 可是他们非常勤奋好学 还有他们对 在很困难的环境里头 他还能够表现那个美德 他那个美德是被我们看见 而且很值得赞赏的 普人奖创办人林九三凯森 主持新道法师表示 美好的品德带来尊贵美好的生命 普人奖是以品德为核心价值 以行动落实品德教育的重要 每位得奖者都是现代孩子们的品德典范 学习楷模 从2003年开办以来 普人奖在全国各地 已经奖励超过8700名学童 期许获奖同学都能像太阳一样 照亮每个人 并正向积极面对生活中的逆境 与种种挑战 记者许莉勤 欢迎视报导